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IM戶客室 除了有我Jack李肖明之外 今天我們請到的嘉賓,聶真邦 大家好,Jack你好 先說回今天的講股 看到今天是22000點,最後都是守不住的 全日跌422點,暴21996點 成交額是1600多億 好像又不是太差 是否因為跌市 看回藍籌,其實今天升的也不多,只有幾隻 看到是龍湖、金沙、碧桂園、華人志地 超級內訪,今天繼續有些支持 反而變成哪些跌得厲害呢 吉里、汽車股也跌得厲害 比亞迪也跌得厲害,吉里跌了8% 另外信羽光學也跌得多的5% 似乎昨天升得厲害的那些 回套也挺厲害 你看看港股的結果是22000點 似乎是一個挺大的阻力 之前升的時候又跌倒了 你看到接下來的港股 那個走勢會如何去呢? 如果你說從大市成交金額去看 星期一比較強勢 2000億 昨天就1700多億 今天就縮到1700多億也沒有 如果按照這個狀況去看的時候 相對上可能下個星期 已經是回歸的25周年一個消息 有機會消化了的時候 可能都會令到北稅有一個減少的狀況 從而令到大市成交金額稍微弱一點 現階段如果我們去看的時候 如果是可以繼續保持到1600億以上 接下來再升的機會就會比較大 但是如果你說一級級地下跌的時候 可能又下跌到之前的1200億的位置 相對上可能大家就要留意一點點 未必那麼有力去上升 所以後市來說都很視乎上升的動力 至於剛才提到一連串的股份來說 車股可能比較弱一點 或者一些手機設備股 都是弱一點點 你對應回看 始終今天跌 但是之前恆指是連升四個交易日 剛才那些跌的股份 是之前一個受惠的狀況 是一個升 所以其實稍微有一些回吐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也是一個合理的狀況 最主要是後市去看的時候 就看看恆指的100天線這個位置 有沒有一個支持度 現在來說 Ara可以看的話 看不見多會 我們就算是後市 我們就做了 每次都做了 這些問題 還有一件吧 好